大家好 我邓慧文 阿飞 为你做会 心思有人知道 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离婚 离婚的好聚好散 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 这里面 离婚都有协议 法律 都规定得很好学 这日出是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安排 安排不好学 给大家思考 还有求婚 到底我们可以看到社会 今天我们自心理和法律 两个相方民 婚姻本来就是相方民 来看这里面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所以这个来宾 我今天是精挑细选 不敢说的来没意思 没专业要说的八卦 我们今天新的来宾 希望阿飞常常可以 请到周围专业的律师 这就是我们的婚姿佛律师 你好 我们主持人好 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福乐兄弟姊妹大家好 你是要选戏吗 你是要选戏吗 我是婚姿佛律师 现在在第一个国际法律师 在做律师 制策国际法律事务所 请问一下律师 你的业务有什么方便 像离婚 家世是你的专场 办不做 有尽力在办 一般来说我律师处理的 当然是办法律师行事都有 但是我个人是更重 在地匪秩序 和家属行走 有的时候也有些行事行走 爱情跟婚姻是一种地匪秩序吗 爱情跟婚姻是一种地匪 还是一种秩序 但是它本身是不是地匪秩序 就要看我们相逢的地匪 如何去经营 对 很困难 我们要说这些事情就是 刚才说 新闻事件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 说已经占了 大家很多的时间 每天也用很多的时间 在报这个新闻 先来请教律师 一般人离婚的时候 有这个赡养费 这个协议 有什么地匪 我看这个开眼界 里面还要塞一条 若是对风 你再婚 我就没要付你钱 这是很重要 一般人都会这样塞 还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重点 你给大家提醒一下 是 一般来说 我想有几点更重要的 第一点 因为一般的媒体 可能较不了解 我们在说婚姻 婚姻是改销里面 所谓慎养费 和富庸费 富庸费是不同的概念 富庸费是 比如说我们一个北部 如果是离婚后 对我们未成年的这个 孩子还是祖父孩子 要做富庸 那是抚养费 那是富庸费 所以第二这两个概念 是不同的 一般我们在离婚协议的时候 当然离婚有两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就是采盘离婚 采盘离婚就是 大家怕婚姻 收割 割了 婚姻来伴 伴说我们离婚 当然 在伴的时候 就是我们相当的法律关系 未成年之路的这个 就是富庸费 和离婚 要怎么处理 接下来 要怎么账大钱 要怎么负担 交用的婚 以及 原来 付出相同的财产 要怎么分配 这是重点 当然 如果是采盘离婚 有这些重点 我们在做协议离婚 意思就是说 两个人 你我合议 要我们的离婚 同样的重点 我也是这三点 所以刚才主持人说到 所以 宣佣会这方面的抑袖 这是说协议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宣佣会 它的性质 它的原本的设计 并不是围到 要一世人 没犯罪的 来付出对方 不是喔 所以 我们这个 定医师 刚才说的 很重要 叫阿飞就好 阿飞 阿飞医师 说到这点 很重要的就是 大部分 有经验的家事律师 在每个人 写这个 离婚的协议 在浴缩的时候 都会写这点 就是 宣佣会的 这个支付 是在你 打风 经济 有困难 就是说 如果没有我 立你这条 宣佣会 你一般的生活 追准 就没得到保持 的状况 我来负担 这个宣佣会 有什么要这样负担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我如果是一个 譬如说 女儿好 我有工作的领力 是 我可以 伺我自己 但是我在婚姻里面 我不是同样的付出 是 我怎么一定没得到自己 生活的人在才提醒 对我来说很不公平 这个问题有够来行 但是我就要解释一下 给我们阿富池的意思 听这个 第一 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宣佣会的清救馆 他本身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听法 他不是要发人 他要大家听法 他说听法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离婚 所以我要大家发 我要发子 你欠我了 我要发一四人 我分你一四人 你要我发一四人 不是这样 我们你说这个 宣佣会的时候 有一个家庭 重点就是说 他是一个 生活品 一个保持 清救馆 好 意思就是说 你分前 我们在婚姻 当中的时候 不管想煮来 想煮我 还是想风 都煮来煮我 基本上 我们都有一个 基本的生活的追准 是不是 我这个宣佣会的目的 就是希望说 虽然我们今天 婚姻来改销 相风来离开 来婚酒 但是我还是希望说 我若是 经济能力 较稍微好的这方 我希望另外 那方你的 经济能力不太好 你会保持 一个基本的生活追准 这个追准 差不多介绍 我们婚姻 维持中间 差不多的追准就好 所以我们的文化 对婚姻 这年了 我不要说了 就是 因为之前 有一个孫子 那要维持 婚姻 当中的 这个品质 那是有九个人 我听说 有一个孫子 两个保姆 又一个打扫阿姨 又住的 什么样的豪宅 这个品质 要维持 那扶起来 实在是怕人 这其实好像是 一个五回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婚姻 这个概念 是介绍的 我们民法的 一千万五十七条 以下 規定的 所以婚姻在订 婚姻 他都会参加 社会 当地的人民 他每个月 消费性的支出 意思是说 你可能是 你如果住新北市 台北市 你一个月头 要买多少 二十万 不好意思 他有一个国家 合定的标准 我就是问你 在书记 你跟我说 我现在在台北 要离婚 台北的人 一个月 合理是多少 二十八 到三十万左右 哪有可能 真的 我没有来骗 因为 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 发言你 做一个裁判 或是说 你做一个 意见的裁判 他都要有标准 等下 所以我如果 唯托你给我扳离婚 你只能让我 偷到一个月 两万八 不可能 絕對比这个更高 当然 大家想不可以 买离婚 不可以好多 不是不是 这就要看 律师的本书 当然 我刚才说的是 一个基本的标准 就是说 像风如果说 都没有拿出什么政绩 来证明说 第一我有这个需要 当中我是怎么 出我的力 来预期这个婚姻 这些政绩都是要 拿出来的 我们拿出来的政绩 越多 譬如说我的需要越高 对我的人 有多负担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 当然我们大法院 才是说 我们在做这个 行业的时候 可以删得更多 还是要求更多 当然我刚才说到 这个信用会的 这个观念 它是来自 我们民法的这个规定 它是由 财裁离婚才来 但是我们如果 或是说 苏林对苏林在欲俗的位 那就是看相方的情绩 所以以前 我就透到那么多 对 那是协议的 协议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有可能 在这段新闻里面 当然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可能 在这段新闻里面 当初是 他们两个人 要分手的时候 可能这个 南风会感觉说 反正不要紧 我负担会去 我做 大男人 我做一个 女儿 我没有给你计算 来 你买什么 我都给你 想不到 他给你再分 人生 就是这个想不到 但是 他又 心肝头 没那么看 他又没什么 一条 他若是心肝头 他若是说 做金销铃 金销铃就是说 阿飞 你要多少 我都给你 但是有一天 我们的爱 若是没有再存在 你若是要嫁别人的时候 不好意思 别人带你去 我不要带你去 我爱都没存在 不知道跟你离婚 你还想说 已经离掉 我下堂七 我又对他爱有爱 这是 男性 我们男性的 很多朋友 你如果听到 才有共鸣心生生 你可能要多听我们的结婚 你这样很辛苦 受到这个 男性的一些尊严的绑架 说有再婚 就要嫌疑他怎么会没死 我感觉最可能的一个因素 我们在推证 应该那个时候 因为一般的家属律师 都会来处理这件事 一定会问 一定会问 我们的寿主 就是我们董寿林说 我们要做这个 离婚嫌疑的约束 你这边是不是 要我加什么条件 所以一般来说 我在推证 如果我们都会问 有可能就是 我们的寿主本人 我们的董寿林本人 他就说 不需要 我做一个家伙 我经济负担的去 不需要 不需要 有可能是 当然不知道 这是推证 因为一般来说 像我们扮家属 安静的扮家 你怎么下 你这条怎么下 如果你说你在婚 我就没有付你 先用婚 但是孩子的学会 教育 那是富佑 那些细节都要下出来 这四个全部都要下 那电会呢 你如果在婚 你带我的孩子 跟白天三宝大 你那些电会 那些三宝也有用电 也有用水 这要怎么下 所以说 你就说到一个重点 是怎么在这个新闻里面 到月 他要来通 一个月不知道 二三十万还是五六十万的电会 说实在 我是不知道电是怎么用的 可以用到一个月二三十万 但不管怎么说 我感觉对他来说 心肝头那些市 最艰苦的就是说 哎哟 你跟白天三宝 在我送离的家里面 用的电跟水 你做的生意 用的水 就我来负担 这是什么 什么样的心态 所以慢慢 他不知道有争议 他的心肝头这些市 背不出来 你现在 你有新的新欢 你有白人 结果你吞吞我的 用我的 真吃我的 那种困境 你虽然太穿神了 不是 所以我说 我说的就是一个 传统的这个 中华文化的男性 佣性了 他的一个刻板印象 他的感觉说 要分手的时候 我要做一个大男人 对不 我就是很丧生 我就是 你不要紧都给你 我没有计划 我就是女儿子 结果呢 对方交流朋友了 哇不得了 我看不下去了 你的钱 你的水 你的大 你都要行我 你的这个 白糖 你的这些 泡酱 臉 不行 我们等一下 要好好来说 这个白糖的事情 陆叔叔 你搬的 你经手的案件 里面有这种 之前 离粉都很好 买了 他们有什么事情 又来求粉 真的很好 有什么样的案例 求粉的原因 其实 坦白说起来 还没手 没手是怎么说的 我们刚才说到说 在离粉的减育里面 我们一定会抑制一条 就是说 我今天 付你这条 善与肥 如果是我 我都会很清楚 第一点 善与肥的这个 本质 它的性质 不是中心 你一世人 我要付给你的 一个 无条件的 忽用 因为我跟你已经 无亲戚的关系 姻亲 本来是姻亲 但是我们离粉后 我跟你无姻亲的关系 我无忽用的愚妇 所以你要了解 我的性质 本质是什么 是让你在在分 或是说 找到男朋友进行 还是你的 经济力 恢复进行 带你做一个 最低的 一个 生互追准的仪器 这我会想 第二 所以你如果在分 才是说你的 经济力 有改善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就没办法 再负担这些钱 但是第三 不管如何 我们两个人 做人的媒妇 一世人 都有欠佣 孩子的愚妇 向他生年为止 所以改付的 我一定会付 这是我们正常 在幼儿园的 下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 像我们阿肥 余叔说的 就是说 約束了 可能过半年 一年 有一天 睡觉 我不敢 为什么 他现在交人朋友 因为我心头不爽 还是说 也有那个 路风要付 南风 宣余会 南风交流朋友 路风不欢喜 这我也扳过 他就觉得 我现在 气氛不轻 我不欢喜 我不要再付 来找老师 老师 我那个时候 约束我这样 我就改了吗 我就改了吗 他说到这个 宣余会的情绪变形 一般来说 最基本的原则 都是说什么 我们刚才说到 经济能力 我的经济能力有变化 譬如说 我宿舍没头脑 对啊 我每次都 每次都 每次都 我心里 这是我们 法院 或是说 修法的 这个 事务上 很穿上 所以我如果是说 譬如说 我附和我的情侯 钱 结果他交流朋友 是 不好意思 我看不错 我就 头脑死死了 我就没工作了 我就不用付业了 一般来说 是不可以 我们每次 掉地过 那时头脑 还是每次 做生 每次的经济 负担 然后为了 多这口气 我就是 掉地过 不要挤抚 对方这条纸 一般来说 是不可以 是 因为 这在法律 我们叫可规则 于己之事由 就是我们 每次都要付这个所有 我们在说到 民法 两百二十七条纸 你的情绪 变境完结的时候 要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什么呢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 这情绪的变境 不是我买的 我向台湾 我向改品 我这个本来有的 头脑都没有去 还是说 有什么天灾地变 还是说出什么 我们说 一些人生的事故 这我不要看到 但是事情发现 我真的没法到 好 大家有稍微了解 这个离婚 协议的 这钱实在很重要 我觉得 钱是没法 给它清措 没法封锁 给它清措 但是 钱 有时候代表很多 但有这种 保障的心理 是啊 很多 说到钱 人家说 钱一上感情 其实是感情有问题 钱才会求分 没问题 我们稍微休息 待会再回来 我们继续来 请教帝豪律师 是 这次 一个名人的案件 哇 有一个焦点 就是碰层 你说不到 是碰层 我跟他说 我最初的感觉 反正那就是一个床的争议 那是一个床 但是买了 这个面层 是 我们来说情侯 情侯 不要说人家的名字 这个 神仙这边 就是 唱什么 你既然嫁人 不然你也 換一个面层 換一个面层 那句话说了 没什么好听 你至少换个床垫 至少换个床垫 你什么窝囊 窝囊废 你至少换个床垫 结果这个 载粉的路红 转到碰层 把拼出来 送回去这个 这个男人经营的路灌 是 结果呢 光天化日之下 你看 那些摄影大哥 那些女儿头 那些人在看 那些人在看 我实在 本来没想要看 我感觉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面层的事情 就是人 应该说 输人的不惊 是啊 在那裡 那些是 老婆以前睡在上面 有一个代表的东西 那我们只有做心理的 都想象力更丰富 有一个象征性 象征性 对象征性 你刚刚说 这个很私人的东西 那就是 好像一个 夫妻生活的 一个 一个 缩影 缩影 对对对 代表物 是 结果拖出来 大家看 大家眼睛眼睛看 因为我为了要上課 要跟学生解析 这个媒体报道的这个过程 不得意也去看 那些人 我看得很不好意思 我想说 总觉得那种 大庭广东之下 要用那些刀 这样刀 旁边就有记者问 说 刀有来不 刀有来不 说真来真来 你去看刀罪的两边 上头的那个 衣服都给他刀刀 开刀刀 里面的独立筒 彈簧 一缸一缸 都给他分开 这个很美的饭店的公关 很专业 这个摄影大哥就说 你说 稍微退一步 稍微退一步 婚姻没法退一步 但是公关 退一步 退一步来说 因为你要退一步 我早就有办法 跟你整个全景 都可以摔下去 我觉得很多很多 这个讯息 你来看这个 碰山地下 正人看 他又说 这已经是没办法 输用的东西 饭店 没办法输用 这个 所以 他就是 本首 他说 不知道四遍到五遍 这就是本首 本首 垃圾说了很多次 我觉得蛮感伤的 就是 这婚姻就变这个本首 大家来看这个 心情都被牵动 律师你怎么看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 看的代表 我有一个学生说 老师我看了之后 我想到以前的那个女人 如果有什么样子 在婚姻当中 就是 违反了三重四的事情 跟她拖出来 正人看 正人 对对对 那你会联想 我不知道你有看到什么 其实 因为我一般来说 我组织会看的 社会新闻 但是这些新闻 真的太大 当然我们就 稍微会了解 在看的过程 我第一个观念 我在想法就是 哇 哇 真残酷 真残酷 她的这个北斗 来得开断拍斗 感觉上就是 他们过期的 这个爱情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悔悦 整个来拍斗 来得开断拍斗 来得说得一文不达 一点点 既然就没有 不熟 所以用这个 我不是说用这个名书来说 来形容 其实是很残酷的事情 那当然 就是说 我们有新闻之后 这个旧爱 当然对我们这个 这个 情感 和国民的 隔壁 他的感觉 所以在我们看这个 跟北斗 有关的新闻的时候 让我感想 最后的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这种 情绪 这种情感的因素 基本上在 我们 我看过的 所有的家属 都在 嗯 它算一个 共同的因素 就是说 我们在扮家属 案件的时候 如果说到离婚 大部分的中共 我们都也是 放 不然 我不是那种 所谓的劝和 不劝理 我没有啦 因为董事林 生林 我们在组长 但是我们一定做一个 扶植的律师 我会来说 我说 因为以后 如果有可能有的生人 我们婚姻改销 但是人们可以 有可能做一个朋友 如果有未生人的组织 就更重要了 我们要做最優先的辅务 为了未生人的组织 最高利益来做 所以一定会说 我们这个 求人不要用得太坏 太坏 以后三度会对 太坏 我们不用用得太坏 所以我们老一步 走 对方老一步 走 所以你说这个 过程当然 董事林听了 冷笑两声 他就说 我要对方行准 对方敢有 要让我行准 他到外面 就看到那个精神 那里面的精神的因素 在那里酝酿 在那里酝酿 在那里开始滚 所以在这个 北斗的事件里面 我来说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 所有的家事案件 在后面这些精神的因素 演变如果是更好 更公开 变成一个 改成一个社会事件 你没有感觉这个 北斗的这个 开斗破斗 这个破坏的这个 过程 有些事情 你公开处行 对 这就是公开处行 大家就去说公开处行 是不是 公开处行嘛 这是处行的 不是北斗嘛 这是代表 是因为爱情嘛 已经死去爱情的 死体嘛 但是这个爱情死去 又不够 这个死体要拖出来 才公开处行 你说是爱情的死体 但是我 我可能做男人 比较敏感 是 我说是 这个事件的开始 要这个东西 拖出来的献祭 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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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 因为这个男人 有嫁别人 所以我说 这个北斗 也是有代表一种 好像流行 你最终 其实 再跟一个别人在一起 这个北斗 也是流行的 身体的一种意义的延伸 你知道吗 所以 我感觉很好奇 我们现在的社会 南路平定 离婚两个人分开 其实不像以前 男人就觉得 我好像已经没机会了 很多人又再婚了 现在人也不会介意 你当年娶媳妇 她是第二次婚姻 也不像以前 我以前有别人 有个案 他再婚 他跟他人 都不敢让他 大家都知道 他之前有婚姻 但是这种情形 现在应该是 更开放 更平定 但是真的有平定 我们说 潜意识 潜意识 是不是 也是感觉 男人有种 一种 很隐为的 感觉 一女不适二夫 还是 你跟别人睡 我的面穿 隐含着 是不是很多 就是很传统的 这种大男人的生活 你能够 对于 这种情形 如果我们离婚后 我在我的家族中间 我在外面 在家族 我在外面 我别人会 我说 我看待 这种情形 是流行 特別有的 这就是一个 不平行的状况 是哪 35岁以上的流行 还要烦热这个事情 你敢有听说 一个35岁以上的男性 离婚后 就要烦热说 哎呦 我如果是在婚 白人不知道 我到我看 我的丁细 不知道 我是不是一个 不好的男人 你很少听到 男人在烦热这些事情 但是对流行人来说 有一个生天的负担 你会感觉 好像是失败 是不是 我的婚姻失败 所以我人就失败 那些婚姻 如果经营不好 都是我流行的 这种 这种 刻板印象 这种 刻板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 台湾文化 才是说 广泛来说 华人地区的一个文化 其实我觉得是有缘 在那里 在台湾影响 这个总共是 若是没有我们去学习到 若是没有去 知道这件事 我觉得 对我们厚时代 也是同样有影响 你说在厚时代 像北部有在 玩家的事情的时候 小孩都看得到哪 小孩很敏感 小孩都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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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跟小孩 一起去的 什么 如果你说 这种残留的 残留的 是不是会造成 譬如兩個人在求婚的時候 就像說我一定要吐一口氣 我一定不可以怎樣 如果就是讓你看不見 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敢不把他們勾放 還是你會把他們點破 一般來說都會點破 但是我點破 我都會找一個特殊的店來講 這個店一般來說 若是這個屬性裡面有微生連的海洞 微生連的租路有的 我一定會為這個地方設立來講 因為怎樣 我們阿虎醫師剛才說的很健康 一般在婚姻裡面 相風紀念已經流到要離婚 他都有一些 一些店他心肝頭過不去 抓不掉 這就是說我感覺我對風的喝奶 已經到一個寒度 我沒辦法 我今天無理不可以了 所以這裏面有很多精術 很多精術在裏面 這些精術 你要跟這兩個人說 我們精術 如果放過 我們來理想看這個事情 說很好說 做很難做 你跟我說有多難做 我最怕律師介紹這種 幫我沒來我這裡做智商 是還是 精術要好好 很困難 是怎樣呢 在那個死局 某時某局 確實外面的人來康復 才是說我們用一些技巧 來稅候 有可能讓他暫時 放下他的精術 但是因為他如果是 回到環境的中間 那個精術的中間 同樣的因素 會一直來大家接觸 這個同樣的情境因子 不斷被觸發 我們心理學 在說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你若是要給他一個派習慣 首先我們要想說 是不是大家理貴的環境 對不對 但是家屬的環境裡面 沒辦法 兩個人就是 諮商料 也就是諮詢料 不管是他找我們阿飛書諮商 還是來找我律書諮詢料 扛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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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家人看到 他又是對方 固態富盟 你就是 這種死人 你講話很難聽 你就是生我的習慣都不好 你就是一直嫌我 相鋒的心仇就恨 一時間又起來 所以在那個環境裡面 這對人家說是完全沒幫助 既然有這麼精緻的因素一直存在 要叫他們做一個優先的 這個就是說 善意的伯母 善意的配偶 夫妻 非常困難 為什麼我會說到善意的伯母呢 因為 現在在我們決定 依照民法 在日本怎麼說 如果是有未生年租入的位子 未生年租入的利益最重要 我們叫做最佳利益原則 最佳利益原則 最佳利益原則 它的核心概念 就是我們說善意的伯母 父母親要保持最佳的利益的話 要保持善意 來維護未生年租女的最佳利益 對不對 但是善意的伯母很難做 因為你在婚姻當中 你若不是善意的伴侶 你離婚之後 要怎麼做善意的父母 很難 所以我一般你處理事情 我都是先處理董事林的經事 是 處理政策 我有一個基本問題 我就是說第一 我們要知道 我們特地對方政策的弱點在哪裡 覺知覺察 這在我說是比較重要 因為有些人 靠近一點點破 第二 我會考慮董事林說 若是有可能 我們盡量相方來離開那個雙心的環境 好嗎 有一個反衝地出來 我們如果要談判 或是要說事情 要參証 不要說談判 說參証 我們如果要參証 是不是有一些buffer 反衝的人 反衝的區域 在談判的時候 我可能在當中 我就會擺孩子的相片 這是我用的技巧 當然這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為什麼呢 比較壞的北部 就算你競數更多 很多時間看到這些孩子的相片 有可能會比較好 但是要看董事林的個性 跟他的行為太一樣 是 這是我們常在用的一些技巧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說離開那個環境 這也是我們有時候希望 做節目可以 工作比較沉浸 比較心理方面 因為你說 你說有的人 老婆已經說好生了 但是回去 朋友 董事 親家五十 不是親家五十 都說 蛤 你就這樣放牠耍喔 喔呦 這樣會摔一下 你給牠拼成這樣 你這樣不算男人嗎 對啊 那是不可以 我們做一個男人 這樣拼後面的無面子 後面沒辦法站起 其實很多 我們有時候社會上 對一個 無關是婚姻當中的人 還是離婚的人 有時候說 因為自己太多的勞動 沒有覺察 你會有一些評論 都 我感覺都 沒有要記人好 就 好像 看不到人說 可以 可以再增加 比較難看 還是怎樣 好像一種發洩 我感覺這是大家對婚姻的 一種 懷疑 一種失望 這次我講起來 某程度來說 我們是一種鄉民的文化 我在看別人的事情 沒關係 你們增路越拍越好 我就來說一些風涼化 這款的文化 其實我們如果這裡 經常看得到 是我們大家可以 想想一下 我們今天說的這個事件 還是你有聯想 聯想的事件 你自己是什麼樣的態度 你表達什麼樣的意見 這就是影響我們社會 我們待會兒再回來 我告訴你 魯叔 你第一次來的我們節目 我真開心 帶給我們很有趣的觀點 剛才我們這個break 喝茶的時間 魯叔說 他還有想要跟大家說的話 我聽到覺得很感動 你想要哭泣大家 想要哭泣大家 不要哭泣大家賣離婚嗎 不是 你就沒有安靜了 不是 我沒有安靜沒關係 因為我可以買報道酒 因為我可以教瑜伽 我瑜伽老師 我都可以 沒有安靜大家都幸福最好 最好就是這樣 但是人類的社會 這是很困難 剛才我跟我們魯叔主持人 我說的一個重點 就是 別說苦口 說分享 就是說 我們 與其大家的注意力 放在社會的事件 是不是不如我們待會兒說 收回來 來觀察到我們家來 我們這伴侶 我們老婆 我們未生人的 去租入他們的行為 他們的訴求 我們盡量來做一些條件 因為有的時候 比較像我真的沒人 工作 生活 交通 各方面 有的時候還有一些選舉 還是社會事件 情勢 真的沒人 但是總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注意力 如果我們收回來 跟我們說 諷采 這個人 不管怎麼樣 我們正經愛過 才是 永遠在愛 但是 有一些問題 我們沒辦法 已經沒法 到沒法 又沒法 所以我剛才剛才 阿輝醫師說 有一個事情 我是從來很少勸何不勸你 為什麼呢 我會問一句 董事雲來到我的事務所 我會問第一句 他會說 有孩子嗎 孩子多大 若是有孩子 我辦事件的第一件 這是 以未生人出入的最佳利益 第一優先 你有同意再來 你如果沒有同意 抱歉你找別人 這不是所有的律師都這樣嗎 我想大家在辦案件 大家有大家堅持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 未生人出入的最佳利益是最重要 有什麼 你構成對這點特別堅持 因為 這個我不怕阿輝醫師說 因為我辦過很多行事案件 在我的印象裡面 我認為應該有 六成到七成醫生的行事案件 怎麼來呢 由失敗的家庭來 失敗的家庭 勇成失敗的老婆 我們說前夫還是前妻 最麻煩的是失敗的家庭 會勇成失敗的這個少年 少女 未生年的主女 我直接說失敗的意思 不是用我們社會一般的標準 這所謂五指登科的標準 去做一個評判 不是這個意思 我說失敗是什麼 他感覺他在失敗 他感覺他在不記得 為什麼我沒有記得 因為沒有人愛我 我的父母沒有愛我 我的父母只有在家庭裡 在家庭裡多少錢 在家庭裡 在家庭裡怎麼做 他有真的愛我 所以我們在說到 稍微說到新聞 但是我沒有批評的意思 我是在說 我們如果在處理這種家庭案件 對我說 我們在說 美生年租入的利益最重要 是因為我沒有希望看到 這裡美生年的租入 感覺他不遜 主義不遜 要對 大後 有心一變 變成年輕人 或是像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因為我處理太多了 好 帝禾如書 你說這個大家很有感覺 但是 事實是我們台灣 離婚的人不少 離婚的家庭不少 我現在覺得 聽眾朋友裡面 如果有離婚 可能聽到這個心有氣氣的 我譬如說 待會兒有人寫來問說 要怎麼就是離婚 我的小孩後來 是不是變成你們說的 這種失敗的人 你可以說一下 有什麼 要怎麼做 我們可以做得好 一定要離婚 有什麼完結 我們可以追求 目標做到 稍微不要害 讓我們的小孩 不會受到那麼多傷害 是 我覺得 如果有我們聽眾朋友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問題 會問這個問題 表示說 你對自己的處境 有一定的感想 有一定的隔絕 我們說覺察 有一點認識 你如果是這樣問 我的建議是這樣 第一 我們大人 自己一定要過得好 為什麼 千萬不要讓別人的 我們說跟議員來定義 離婚就是失敗 這個生活絕對不行 絕對不行 離婚 我經常說我們法律人 有時候像的災難 我就是為了 基本的原則來解釋 離婚在我們法律上 叫做一個新婚的客戶 新婚的協議 就是說我跟你地址 因親關係 我跟你簽了一個身份契約 這個客戶裡面就說 我們的法律關係 我們的什麼關係 要怎麼進行 我們的立場生活 代理款 這些錢要怎麼處理 等等 所以基本上 離婚並不是個人的失敗 不是什麼人的失敗 離婚是上方的決定說 不好意思 我和你這個partnership 這個合夥的關係 沒辦法繼續下去 所以我剛才不知道 說到一個特色 就是說 我現在愛他我們知道 有哪些愛啊 為什麼沒愛 但是我沒辦法跟他想我 那在我來說這就是不愛了 其實我覺得這點我們兩個想法 可能我們有機會跟他沉沉 但我覺得想法可能不一樣 但不管怎麼說 給我們聽眾朋友的一個建議 剛才在第一點 別讓離婚這件事 動作是定義你人生生敗的一個重要 第二 大家要過得好 過得好怎麼呢 該吃 吃 該睡 睡 該再分的再分 該交朋友的交朋友 唯一的讓人說 很多的就是說 讓你自己想說 是不是要交朋友的問題 就是怎麼樣呢 可能我們要跟我們 未生人的助路相參想 該再給我聽 不可以想說 孩子未生人他就不滿 抱歉 孩子從三歲開始 他的敏感度就很高 抱歉 如果我們說是一歲就很高 一歲就很高對不對 但是三歲他的議員功能 開始發展嘛 他對這個人節的互動 都看在哪裡 他的世界觀怎麼形成 他對這個家庭觀念 就說 我的老爸跟我的老母 他們是怎麼互動的 他們是怎麼說話 有時候跟我們的氣氛 冷冰冰 都知道 一歲 兩歲 三歲 小孩子清清澈澈 所以你就會看出來說 有時候孩子會 阿大人 醫護大人 會條地 又為了要讓大人覺得好 他來 去救大人的需求 來配合 所以有時候 未生年的主力 比我們大人 要比較成熟 這是真正 我們說 很心痛的事情 我經常覺得 就是因為我來看家庭治療 有時候 北部兩個人 價格自己的利益很多 所以 不是無私的 當然啦 人家對北部都是無私的 因為是無私的 就是為了 你要第三 所以我們說 離婚的事件 也有很多孩子 被人叫去問 你是要對爸爸 還是對媽媽 那孩子在回答的時候 都看得很複雜 我們今天節目也有 方文貴 有時候他說的 不是真的他要對什麼 他是覺得 我如果沒有對這個 沒有辦法生我 他就說那個病 這都是對孩子的傷害比較痛苦 所以剛才律師說 我做一個結論的就是 是優先的北部 優先的北部 不管你婚姻有改善 不給你說 我怎麼還要 但是沒有辦法做生我 我說 如果我對愛的定義來說 我覺得不想要生我 實在很難說 還有愛 那就是不一樣 但是愛本來就是很複雜 很複雜 只是我們婚姻 怎麼需要這麼多律師 是 聽眾朋友 離婚是 我覺得現代社會來說 不要說我們自己 你親近的50朋友 裡面一定有人離婚 是 不然你可能是不一樣關心 不知道 所以大家如果說 有一個好的觀念 比較正向 正向的觀念 剛才律師說的重點 我們做會 不要說打造一個幸福的世界 應該說 讓大家 如果要做人 還是要離婚 大家都比較有空間 最多我們不要那麼多衝突 不要那麼多煽動 負面的情緒 阿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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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節目結束之前 我有第三點 要做一個結論 才是親近50的建議 夢聽就好 不是他們的人生 這是你的人生 是 他們在那裡 你吃過的 他們在發生 這是無理 所以我們聽眾朋友 你自己的婚姻 永遠要考慮到 你未生人的注入 和你自己的利益 是 其他人參考就好 其他人參考就好 如果要參考其他人 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對 聽我們的節目 今次有人知道這個YouTube Podcast 請大家訂閱 訂閱 YouTube要開小鈴鐺 你如果有教育律師 幫我們開拍的 留言一下 希望再請到律師來 我們現在的 我會永遠 我會經常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比較親近的 謝謝 很感謝 感謝主持人 感謝各位聽眾